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棋应该说非常非常的紧张 在半决赛首局的比赛中 宁波队先下一城 众所周知宁波队应该是说2018年成为连最具有实力的一支队伍 不仅有鼓励 谭笑 朴文尧三位世界冠军 而且还有一位超新型伊林涛 伊林涛在今年的维甲赛事中一军突起 成为了一个最具最有价值的一名棋手 胜率也是非常的高 应该说这盘棋 宁波队的实力稍微占据一些上风 但上海队是主场作战 尤其在先是一局的情况下 第二局当然会奋力一搏 首先我们先进入到棋局中 宁波队的黑棋 他们第一棒依然上的是三合一 即本土棋手 业余棋手和女棋手三合一的棋手 楚可儿 楚可儿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名女棋手吧 在2018年进步非常快 应该说成为了也是一个非常长棋的地方 通过不断的摆棋可以跟高手学习 对于年轻棋手进步很有帮助 像宁波队的伊林涛也好 楚可儿也好 在这一两年进步都非常明显 三三架这个单关跳 是宁波队非常喜欢的一个布局 在之前的比赛中鼓励谈笑 也经常在这个对局中下出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当然也是在赛前也做过一个准备 对这个布局有一定的研究 首轮我们率先上场是唐嘉文 也是上海队的一个女子棋手 在第一盘棋输了以后 我们进行了一个正常的调整 在这盘棋首先上场是潮游影三段 三届个人赛女子的冠军 这部碰我们在前几次节目中也讲过 这都是非常潮流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就算这挂一个再拆一个 这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好的地方 但现在大家对这个AI研究都很深 所以尤其赛前有了准备以后 觉得这棋为什么我就不敢下呢 就是有了这个碰 黑棋如果搬的话 白棋反扳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 黑棋打吃 白棋沾 黑棋沾 白棋拖 有一个这么样的变化 而如果立的话 我们就当时讲稍显气势不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本来黑棋单关跳 是有布局构思的 实际上走这个白棋兼冲一个 是AI特别喜欢的一个下法 黑棋再一贴稍微有点缓 就这个小飞手脚 无有角总是AI不太喜欢的一个 很少看见电脑有这个小飞手脚这个下法 单关跳两接跳是最长接的 这两个下法也有 但小飞手脚很少 觉得效率不高 白棋碰 搬 白棋搬这个 黑棋如果沾上的话 感觉白棋也是已经先手便宜了 白棋可以再走这个 先手起到了一个 将来这个碰也是让黑棋有些头疼 黑棋有打的一个下法 之前我也下过一排 黑棋沾 接下来白棋贴一排 贴过去 飞也可以 应该说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下法 实际上是打吃 走 撤 黑棋管 下到目前为止都是必然 接下去白棋命令选择 白棋可以管一个 黑棋如果吃的话 白棋就拖先塌头 比如说刮个脚 或者小飞手个脚都可以 如果跳的话 白棋有选择 白棋可以考虑 继续飞 跟着飞也可以 黑棋如果走一个的话 白棋再走一个 这也是可以的 黑棋大致再吃一个 甚至这个 走这个以后 白棋靠这个烧血激励 也有人这么下 但稍微感觉有点过分 白棋就跳 这个白棋稍微有点过分 飞比较正常 这个也有 这个也是比较凶狠的一个下法 走这再搬 这就根据个人的喜好不同吧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这个手脚价值非常大 如果走黑棋有吃的 因为走这个的话 将来这里空里味道有些怪 拖也好 因为白棋随时有可能会有 长这个适应手 就等于是白棋这个贴 有可能是先手 很有可能是先手 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手段 让人有些不安心 所以一般来说 黑棋吃一下 把这个BOSS也 正常的一手棋吧 实际上我们在赛前对这个 做了一些准备 实际上这部棋应该说是有备而来 走完这个 再挡 再走这 这一招其实谈不上新手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随着陈文连下到了半决赛这个 那个份上吧 大家都一个 整个队伍的一个磨合 都会是越来越好 从之前我看他们摆棋 刚开始摆这个变化的时候 我经常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有必要 一定要按照AI推荐的下法下 但时间长了也渐渐习惯了 他们这些现在职业棋手 确实对AI研究非常深 他们更习惯 已经是更习惯于这种下法 走这贴 白旗扳 这个都是很关键的时候 黑旗如果这是不能断 断白旗就简单弃子 就打吃一尝 黑旗接下来就又面临选择 如果这先把这个boss 白旗先可以贴一下 甚至白旗就走了顶住 多弃一个再顶住也可以 断一下有点不太 再顶住也可以 黑旗如果吼出白旗就这一贴 这黑旗其实吃的想 没有想住那么多 如果黑旗拐 白旗就可以先手交换一下 所以再走这个 黑旗这一带21 223 黑旗这块也就35目 而白旗可以继续走也可以 这白旗的外面的潜力 肯定不止这些 所以更喜欢这样的白旗 现在其实都是比较喜欢走在外边 更喜欢这样的白旗 所以黑旗直接断并飞两侧 猴 猴完以后已经出头了 白旗如果再补折 被黑旗断就不太肯了 白旗虎死先走这个 黑旗走 白旗一飞 接下来黑旗这不贴也不可审 如果不走的话 白旗管一下 再贴住 这黑旗有点难受 黑旗只能沾 沾完以后将来白旗还能顶 这个先手偏有点大 所以黑旗先走这个 下到这样一个局面 应该说 是至少是白旗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范围之内 正常的一盘旗 黑旗当然没有什么硬的不对的地方 双方基本上都是正常 但这旗我觉得双方应该都是 尤其白旗来说还是比较 都不好掌握 因为这一块旗到底是姑旗还是后市 随后白旗这部搬的一个时机 和瞄着这拐的一个时机 都需要动点脑筋 其实这部拐也是非常现实的一手旗 黑旗走白旗可以拐出来 不仅有目数 这和黑旗插入比白旗管掉黑旗十几目旗 同时 黑旗这块旗也没有完全安定 这还是有价值的 但什么时候走 肯定也是需要考虑 白旗大飞手脚 也和黑旗挂脚 现在自从有了AI以后 大家的布局都明显加强了 拖 很常见的手法 很正常 接下来白旗点一个适应手 黑旗有两种下巴 一种是实在沾 另外一种黑旗可以跳 跳接下来会是这样一个变化 白旗冲 黑旗跳 这当时我第一次看人际大战AI AI和柯姐下的时候 我觉得这双方下得实在太好了 黑旗断 那再吃这个 白旗跑 黑旗在这一尝 我觉得双方这下得都太妙了 因为接下来白旗现在不肯 拖先也是最好的选择 白旗如果只断 黑旗虎 这白旗吃这点得不偿失 黑旗就走这个 加上黑旗还有打吃了加的 可以打吃两下 或者打吃虚加的这个下巴 吃这些不走也没问题 白旗吃这个并不大 这手旗的价值并不大 外面的价值肯定比这一手要大一点 所以一般来说下成这样 白旗就放着不下了 这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黑旗不错 但实际上仔细的品味下 我觉得这个黑旗这两手旗的损失还是非常大的 应该说是白旗可以接受 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这样的白旗 矿前白旗加了还有这个冲 长 长了黑旗不能再走 再走被断死 那跟刚才差的实在太多了 只能走这个 白旗冲了一加 还有这样的一些手段 一旦比如说这里有个子挂完一个脚以后 冲了一加一样的手段 所以挂脚的话 黑旗估计只能补一个 只能在这补一个 这是正常的一个 白旗这里就可以 如果换盘旗 如果比如这样 白旗刮个脚 基本上黑旗也只能虎 所以喜欢黑旗的 喜欢白旗的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但这依然是黑旗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 跳这个 只让黑旗粘 下到目前这样一个格局 尽管是在左上角下定式 但肯定是要考虑到右下这个格局 右下格局 白旗有几格子在外表 而且速度比较快 而黑旗比较扎实取缔的一个格局 白旗实在是分头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手旗 黑旗接下来就比较头疼 如果走这个 那这个白旗点到一下明显便宜 因为你再点黑旗 肯定要不接死 你要不走这个 绝对不会让你点到这一下 先点 如果黑旗走这个 白旗先不着急拆盖挂脚 黑旗比如说走一个 白旗再拖过 有这样的一个下法 黑旗如果走这个 白旗很有可能会选择跟你战斗 所以黑旗旗然这个 如果支在这 那多少有些委屈 白旗再走一个 这个 这跟刚才这样 对白旗的压迫性相比差得太多 而且将来还有这里有各种便宜 比如说加一下或者跑啊 都有 黑旗不肯 既然这里下不好了 那我就换个方向 走这个 白旗要接 从这个构思来说 应该说是白旗还不错 当然黑旗也有好手 点 实际上下一手 我们这是已经进行了一个换人 这部拆这个的时候 就已经张强上场了 这部拆应该说 还是不错的一个构想 但接下来一手 白旗挡 稍微有点缓 我觉得这其实白旗 还是有心情反击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旗就在这一阵 这还是很主动 如果跳的话 那白旗这个黑旗这手 其实损失还非常大 黑旗估计要站 站的话白旗就比如说 小飞一个或者坚一个 加上还是可以贴出来战斗 这个应该白旗更为从容一点 很有心情反击 实际上被点到一下 盖住多少有些不舒服 现在旗确实都很实战 黑旗实际上长 白旗走这个 所以黑旗不能再跟着走了 如果再跟着长或者跳 白旗都会再贴一下 这个打入有点厉害 打入完了 黑旗基本上只能弃了 这个白旗收获还是很大的 不仅是把这个子给吃了 顺便把这块旗给彻底安定了 所以现在旗啊 真的是很时尚 很注重时效 自补一个 自补一个意图就是 这个旗在我们以前学习的概念 觉得这个两子头怎么能被搬呢 但现在他的想法不一样 这几下我已经便宜了 我已经加强了我这块旗 你搬我就跟着你下 这之前我给大家讲了一个点三三变化 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一个考虑 搬我就跟着你下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两子头不能被搬 也是人类自己给自己下的一个定论 并不是不能被推翻的 然后这个时候黑旗飞完以后 局后我们经过电脑一个复旁 电脑的一个推荐觉得这手其实应该跳在这 这才是全局最大的地方 而并不是实在这个搬 所以我们还是有些距离于人类的一些 传统的一个思维模式吧 觉得这两下很舒服 其实这两下白旗应该搬了长 也比搬了连搬要好 但这都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差别 从总体来看 这旗还是白旗不错 当然这个白旗也可以考虑搬完一下以后 可以考虑这一个也是很犀利的一手旗 黑旗也不好硬 确实也不好硬 如果走这个白旗就往里冲 这也肯定连不上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旗就贴出战斗 同样复杂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手旗 这两手旗比较普通 但也弹不上恶手 只是稍微缓了一些 黑旗跳 黑旗是先跳这个 这手旗也是 他可能觉得现在白旗中间走后以后 将来这压可能是白的 再为搬住中间有些广 出个头的以后 又顺势照应一下 这个拐出的严厉性 白旗小飞也是一个大厂 同样白旗这里 冲击黑旗也是可以考虑的 黑旗13下到58手的时候 这个点脚稍微有些随意 因为到60手 就是第一次暂停的时候到了 可能他想看一下 集体的一个研究意见 黑旗这是王磊 也是我国的国手吧 非常有实力命起手 他可能也是 因为这盘旗非常关键 也想考虑一下队友的到60手 大家集体讨论五分钟以后再上 白旗倒 下到这个第一阶段结束 我们认为这旗白旗还不错 但接下来应该 顺便我们可以聊一下一个 宁波输潜队吧 接下来就是第一阶段结束以后 大家就进行一个讨论 宁波输潜队 这种可谓是人才积极吧 有古利 下中盘的骑手中 古利那肯定有古大利 这是八届世界冠军 而且中盘非常擅长中盘 他下陈威廉 确实非常占据勇势 中盘是他的非常强项 同样还有谈笑 旗感又好 这个古利谈笑 伊林涛这三位骑手 都是旗感非常好的 感觉性骑手速度又快 陈威廉大家知道是每方40分钟 然后每步骑加10秒 其实对于像下到这样水平 这样关键比赛 这其实是一种超快骑 下这样骑非常刺激 随后我们其实在双方的排兵布阵过程中 一直会猜对方第二棒会上谁 然后第一局对方上了古利 起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在中盘战斗中抓住了我们一次失误 一举获胜 而上午是第一局 下午第二局 在上午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依然会猜是古利 所以我们也是派出我们最强的骑手 周瑞扬 希望在中盘进行一个战斗 当然宁波队的优势是 他们可能会有很多种变化 如果在一段时间下的不顺的情况下 还可以换上伊林涛 换上谭笑 如果鼓励状态好的话 伊林涛和谭笑在140手以后 又有双保险 真的是一个非常 几乎是一个无死角的阵容 所以宁波输潜队 小祖赛就是九胜一负 去年成绩也是非常出色 小祖赛九胜一负以后出现 然后十六竞八英一局定胜负 这个偶然性非常强 他们抱忍输给了海口队 但今年全土重来 一路获胜 小祖赛九胜一负 然后十六竞八赢了 八竞四又是2比0 所以下到这一盘 应该说是 对于实力真的是非常强 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实战中来 点完以后 黑气直接活脚 肯定不可能 我们在第一阶段 官方暂停的时候 也觉得对方不可能直接活脚 然后这手跳 这感觉看着就很不错 首先这右上脚筋 成为一个立体型的实地 同样还瞄着这块白尺 另外降低了中央的潜力 我们一直讲中间 这盘骑的胜负 很大的关键 很有可能取决于 这里是后卫还是薄卫 这骑维席就是这么的奥妙吧 很多骑就是在 后视和实地之间不断的转化 后与薄之间 视与地之间的不断的转换 然后谁能把这个方面转换好 发挥子利的 子效的一个优势 这骑就厉害了 实战黑气跳完以后 这个圆圆瞄着 如果加上能刺到一下 如果再刺到一下 黑气是不是隐隐约约 这里会出现一点失控 而如果相反之下 被白旗在这冲击 白旗以后 白旗中间就有潜力 白旗再逼一下 其实白旗已经可以考虑拐出 白旗再逼一个 希望黑旗能跟着硬 那鼓励的旗反击是非常强 我可以跟着你 让我便宜到一下 如果你让我便宜到 那我也 这两个交换肯定便宜了 但周瑞亚哪是 也是世界冠军啊 哪是那么容易给你形容便宜呢 我反击 你不补是你的事 我将来搬这个 绝对有一手机价值 比这个肯定好一手 肯定要反击 黑气刺 双方是 针锋相对吧 那你这一下给不给我便宜 如果一旦因为便宜到以后 这两个字以后就可汽可取了 白气再压的话 黑气会搬 那你现在到底是你要活到下面 我这一段 你全局变薄 你如果沾的话 那你就被我便宜到了 这个时候周瑞亚又进行了一个反击 刺 都是抓住这些稍重即逝的机会 一定要进行反击 这个因为走不到以后就走不着了 黑气这部断又是充满计算力的一手器 首先黑气如果对冲的话 白气正好是时机 白气就把这个走出来 白气就把这个穿了 黑气走 白气就即使把这个沾上 那这个一串 黑气这个尖的价值就小了 除非黑气再走这个 那白气又可能活到下面 这个白气应该是可以满意的 先手走到几下 啊 黑气这部断是什么意思呢 是先看一下你的应手 如果走这个 那对不起 我可以先走 再断打 把这冲 黑气这时就发现这个断一下的好处 可以打吃到这一下 把这个给鼓死 如果没有这个断的话 这下肯定是交换不着的 这个黑气就已经崩了 所以黑气先断 白气也反击 贴 沾 实际上这是我们不仅周瑞阳在下 我们在下面探讨的也非常的激烈 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感是觉得 这气想崩住 黑气断吃 这个变化非常复杂 走这 贴出来 白气这两个字不能随便死 因为白气这是瞄着黑气落点的 黑气如果省了一手去把这两个字直接吃下 这个不太能接受 这几乎双方是单车道了 这个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白气也不能随手松一下 松一下被黑气冲出 这个白气要崩了 这个不行 明显不行 白只能吃上去 吃上去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结针 黑气当然也不能随便就什么一褶上 就打就被打一下 这被冲不出来了 黑气可能会考虑先断制造结材 这样的话这旗就非常的复杂 是双方没有都没有把握的一个格局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也不符合周瑞阳九段的一个风格吧 它的旗还是非常讲究旗力的 实际上这个跳也是充分显示它一种明快的一个判断吧 它其实电脑给出的一个下法是白气要吃这个 就认亏 让你挡给你留一个活旗 我也要把这个防住 看你再怎么补 你如果走这我就跳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一招旗吧 实际上断完以后 黑气把这个吃了 应该黑气也能满意吧 白气一颤 但当时无论是那个我们的周瑞阳 还是我们在研究旗上 都认为这旗应该说是白气还是不错的一个格局 至少白气把站线拉长了 作为一个黑气有大天幕负担的来说 白气应该说这个构思还是成功的 黑气要出头 出头以后还是瞄着这个段 这也充分体现了鼓励的起 周瑞阳也是实地至上 先误持一个 黑气一跳 把自己下后 同时开始瞄着你各处的薄位 斑 黑气点给了白气一个很好的机会 黑气其实本手还是应该小间自补一个 点的时候白气很想把这个给走出来 黑气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气不要走这个走这被黑气一顶 白气不便宜 白气可以先立 黑气走白气就把这个吃了 这其实把黑气吓薄了 这其实白气拐出应该是此时非常好的一个良机吧 如果走这个白气立也可以 扳也可以 扳的话就面临黑气一顶 稍微亏点 立更好一些 立黑气这时还挺难下的 所以白气拐是一个实际白气一挡 这两手交换黑气还是便宜的 这两手骑的交换黑气还是便宜的 所以白气拆 也是非常大的一招机 下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其实如果站在 白气先点 白气一条 这些心中平 我们其实可以客观地进行一个形式判断 黑气这里10 11 13 21亩 25 26 27 28 293 31 这块15亩起 46 然后白气这个脚位确定 确定的目数 12345 15 20 25 30 这一代也有点潜力 双方目数现在其实还没有完全很清楚判断 但应该说从质感上来讲 如果让白气这块成空的话 黑气显然形式并不利 因为这其实黑气断是有些什么味道的 断完如果不走的话 局部是被点死了 点了一几过就点死了 但也不能随便断 因为本身是个单光 还要被白气考验加一下 这目数亏损很多 打吃 沾完一跳 将来黑气还要补回去 所以这也不肯随便断 跨气黑气这一代有 银约约的先手味道 一旦这厚了 这都有先手 所以黑气也保留 从总体来说 应该说是黑气比较厚实 白气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局 应该还说咬得非常紧 是完全旗鼓相当的一盘旗 实际上交换人只说黑气发力了 像这种地方鼓励是不可能错过 白气跳 反击 这一代的战斗 有可能会直接决定胜负 黑气要想方生法 把白气 要不你给我实地 把这实地决了 要不你就是要给我卷起来 开始扎 我这样才能发现 你这块是没有活的一个优势 然后如果简单的 如果白气一搬 让黑气简单搬过 黑气白气实地并不占上风 所以实战周六亮绝对先实地捞住 黑气走这个 长 白气拐很舒服的一招起 黑气如果这时走这个 白气有一个断了 而黑气如果吼的话 白气脱过 黑气几乎一无所获 靠形状上确实比这吼要狠很多 但从实际效果来讲 白气一旦顶过的话 白气把木收住 而黑气还反而成为负担 这肯定不太受 所以黑气并这个 直辞一手 像在这个时候 这是双方冲锋 就是比力量的时候 白气现在目前来看 如果走这个 黑气肯定不会走这个 让你过 肯定会先阻渡 白气冲出 这拿黑气没有办法 冲黑气就一直退 走完以后 白气这块气要出现问题 所以猪肉量下得非常好 先正 正什么用意呢 如果你松松垮垮往这跑 我就要挖你了 挖你走着我就再冲 你如果打吃 我一沾一走就渡过 这个我很满意 双方在这一带 真的是斗智斗勇 然后黑气先拐 拐的话 白气直接钉的话 黑气还是要反击你 你冲 这个战斗 白气没有把握 这即使白气搬一个 黑气敞这块白气 还是太危险 所以 他也不着急 先继续搬 找你的漏洞 这是 古力竞发现了白气这个意图 要想挖的这个意图 他先在这挖一个 制造弱 然后再搬 这时周六阳判断 有些过于乐观 他选择了拖过 但因为被走到一个以后 其实白气应该 顽强继续往里拱 这黑气很难下 如果黑气要 先开始杀的话 那白气可以先继续往里走 黑气体节 白气要吃 形成一个这样一个转换的话 这白气肯定满意 黑气尽管在这里得到实地 但上面损失也是惨不忍睹 应该继续再走两个 看看黑气 不应该马上受兵 看看黑气到底做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抉择 这是此时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而实战黑气一搬以后 白气先收兵了 这个黑气不能再走 再走的话 白气挖也好 断也好 这个明显不行 白气一冲 黑气走 白气一断 这杀气 黑气没几气 黑气还要封 这个肯定不行 所以黑气只能沾 白气一沾 黑气断吃 但这里没交换到几双旗 跟木树相差还挺多的 况且黑气基本可以看出 这两个一人一个 必得齐 黑气这已经是固落金汤了 随后白气刺一个 沾 飞一个 这个高手骑就这样 它飞大家跑的时候 还瞄着这里 将来一手白气可以这里收空 另外一手还可以反攻倒算 但实际上白气补一个也是可以的 不过这时局面下 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形式判断 有些乐观 当时我们觉得 只要这骑不被吃了 甚至是稍微少吃一点 都是白气的优势 但实际上形式已经是 不是那么乐观 因为黑气全局实在太厚实了 黑气实在这一手好奇 这又 这有此一手的话 白气会发现特别难受 首先上面能不能活 对吧 然后其次 这里隐隐约约 联络上也有些问题 尽管没有明确像这样靠 直接靠是不怕的 白气走 白气可以活 甚至白气扳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活 一贴 黑气走 白气小尖 这活也没有问题 甚至白气扳 让黑气吃一点 干子都没有问题 将来吃了以后 白气可以打了一张 这本身木树也收获很大 这气的是不可怕的 所以周六阳在这个形式 判断比较优势的情况下 又选择比较稳妥的 先把这个做活 把这个做活 先活一块 但其实这个还是多多少少 有些过于求稳了 白气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 先往这走两个 走完把这个连回去 这两个求稳以后 这骑形式已经是不一定了 甚至已经是黑气稍稍上风的局面 黑气靠 白气退又是过于稳定 白气这个时候必须要反击了 其实这个黑气 尽管从木树上讲 现在是白气领先 但如果从全局的一个后保来讲 其实已经是黑气 白气签认的木树特别多 这是权力 当时我们的一个形式判断是 只要这气活了不死就写 但实际上绝非如此 黑气扳一下 这我们当时尤其黑气走完 打去这个 这已经是绝对感觉一种 鱼死网破的一个状态 当时我们甚至在想 稍微是不是弃掉一点 也可以 实际上黑气飞了一个 这之前我们刚才拿 是拿掉一个 有这个 当时黑气其实 可以考虑的是 先点一个也可以 我觉得黑气可以考虑一些 比较像 甚至盯一个这个下法也是可以的 先把白气眼位破一点 这部黑气飞应该说是稍微有些缓 实际上周六阳这下得非常好 走这个 顶 这下得非常的实惠 再走这个 把这个顶着做活 这其实活了 活了以后感觉黑气这里 一步飞意义不明 并没有明确的一个收获 将来也只是稍微就走了 以后加一下 只能有一个小小搜刮而已 那黑气爬 这是黑气的权力 白气顶 当时我们下到这个 感觉这个黑气攻击又失败了 觉得形势下到这个 是不是我们已经赢了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黑气唬完以后 我们其实形势 仔细判断一下 如果这个 这个杰白气没法打 打完以后 黑气体白气整块子都不货 这个杰基本上就看成 白气扳瞻了收光黑气力 我们判断一下 这个形势绝没有那么乐观 实际上白气尖 其实按照局后的复盘 黑气把这个段子 黑气顺利已经快到到90了 奇怪差距不大 但我们可以判断 我们可以收一下 白气如果扳瞻 黑气力 白气飞 这应该是白气的权力 这我们可以大致简单的收一下 就比如说走 可以先断 就是比如冲 大致这样我们可以点下目数 这档白气六母七 八九十 十七十八九二十二四 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四 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 这个斑三八四四十六 这斑斩五十二母七 五六十木 这加掉成十四十五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二十七 三七三八九四四十八 这斑五三五四五十九 尽管像目数上白气可能还是很细 但白气只有中间欠债实在太多 黑气体一般掌控的空间太多 应该说这棋应该是黑气排面十目 如果加上算是后保 应该是黑气稍优的局面 但实战黑气 在当时我觉得当时在鼓励上面 也不可能因为时间很紧嘛 也不可能判断那么清楚 况且是不是收兵到底是这首棋到底是缓 还是正好 这个只有有了电脑以后 电脑判断可能很清楚 实战时候他肯定觉得这部挖 也是很有冲击力的一手棋 确实也是如此 挖黑气一粘 将来瞄着这个段 白气肯定还要往这走起 白气先冲 先确保这个先手 走完以后 这个粘是先手 先手以后暂时先把这个防住 所以白气打吃 走 飞 这时黑气挡住以后 第二阶段结束 然后双方要进行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我们首先上场的是王兴浩 是我们的上海的一个希望之心 也是世界青少年 青年组和少年组的双两关键 非常04年出生的小棋手 非常有潜力 去年唯一赛场上取得了 七胜一负的好成绩 而定段赛也是全胜 九战全胜 升段赛也是九战全胜 升到了三段 应该上升势头很明显 而对方的实力更强 伊林涛 去年的维甲的最佳新人 而且也是最高胜率吧 白气一粘 这个时候就渐渐进入到一个 决战的一个时刻 黑气搬 白气搬 而我们如果下到178手的时候 就我们业余其手 因为我们还没有上过 我是必须要上场 而作为那个对方 那个楚可儿 是一个三合一 在前40手就已经上过场了 这也是对我们稍稍有些不利的一个局面 对方我们必须还要有一次换人 而对方随时可以进行 根据战术需要进行换人 黑气长 这个时候其实局面还是非常的纠结 长白气搬 还是很细的一盘棋 黑气立 随后白气拐 这里毕竟还是欠着棋 这个走完以后 这个如果交换好以后 黑气这棋还是很紧 像比如说这一般白气只能忍 对吧 然后随时黑气还有卡点啊 之类的手法 所以白气车拐补棋还是有必要 同时也瞄着整块黑气 这一代的收出应该是双方最后决胜的时候 黑气走这个 白气 随后黑气这部打吃 它是想麻一下白气 如果粘住的话 那我将来这个跳就行 你这个先手就没有了 我这里可以虎啊跳啊 想先看一下硬手 但其实这部其实是一部后手 这部其实确实是 伊林涛出现 可能时间确实双方都已经非常紧了 然后白气 这导致了这盘骑又一次被逆转 骑也谈不上逆转吧 因为这骑确实大家都特别的细 一直谁都没有看清楚 谁更好一点 实际上白气贴一下以后 黑气觉得有些头疼了 黑气虎 其实黑气可能这时也只能连会去 再想办法这里解决 然后走完这个 黑气走这个时候 我们叫了一个暂停 这个时候暂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问王兴昊 你怎么看 王兴昊说我这时想杀 其实这时白气如果这先吃一个的话 应该说也是有收获 但王兴昊说我这时确实看不出 他出手非常快 王兴昊 他说这时我走这 我看不出对手有什么活路 尽管变化非常复杂 但为了这个小将 这个勇气我们也是应该是鼓掌吧 实际上叫了一个暂停以后 既然这么有信心 那就上吧 走这个 一起打吃 白气沾 一起冲 白气虎 一起打吃 白气沾 随后因为时间比较着急 比较紧张 伊林涛不断在这打架 因为每走一步有十秒钟的延时 这是进入到一个决战时期 好我们顺便正好正次谈一下这个金安寺主场 这次上海的主场是放在金安寺进行 你看金安寺是上海的千年古寺 又是属于上海的白晶的一个商圈 是上海的一个地标 也是上海最最繁华和热闹的地方 陈维莲这个赛场 竟然在金安寺的一个大厅内进行 应该说是非常的壮观 这次共有三四百个人前来观战 有普通的维基爱好者 也有甚至有路过的人都来看齐 应该说效果非常好 而在这个一个特别肃静的一个比赛中 陈维莲的一个赛制动和镜的一个结合 也是做到的非常有意思 以前陈维莲有拉拉队等表演 但在金安寺里面 我们就采取了一种茶道 传统的一些技艺 文化的一些展示 所以应该说也是一个寺庙和围棋的一个非常好的结合 然后我们上海可能主场在金安寺里面 确实也如有神助吧 在这样一个局面下 尤其在双方时间的一个紧张 甚至在局面不利的情况下 真的是这棋后面下的非常的精彩 我们继续回到棋局中 实际上黑棋虎的时候 正好175手 然后后面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已经是不到一分钟了 对方时间也是只有几十秒 双方几乎就是马上进入到十秒独秒的一个状态 我们就在这里进行的一个换人 这是我上场了 但是我觉得这棋啊 首先要杀肯定是要杀 不杀的话这又被人冲了 上面木也亏了 不杀这棋白棋就输了 实际上白棋跳 黑棋走完以后 刚才有点问题 冲 打完这样以后 黑棋先是飞了一个 先刺一个 白棋首先这是不能走这个 吃的话就太保守了 黑棋断 白棋走 这局部里面是活不掉的 黑棋无论走这个 或者直接滚 黑棋就算贴一个 白棋里面不好活 这个我们可以花点时间来计算一下 走这个 就走这个 铺 白棋只能粘 黑棋斑 这个局部是不活的 走这个 爬走 可以挤一挤 这是局部无法活 另外黑棋不扑的话 直接打也打死 所以这个图如果被断开的话 当时我们因为时间特别紧张 在场下杀的时候 如果靠 如果白棋走这个 黑棋断 白棋放弃这几个字 这是特别的细 不一定赢 白棋得马上把这个粘回去 特别的细 所以关键的关键 白棋要在这个时候 找机会把这个挡到 就之前没有挡到 还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现在肯定挡不着了 如果当时如果挡到的话 白棋这时 这肯定活了 有这个字的话 肯定活了 这样白棋就赢了 但这个没挡到 确实又产生了很大的变数 实际上白棋靠 靠完以后一只虎 虎实际上我这个 好不用一挡 第一个是时间紧 第二个也是麻对手一下 这个被吃了确实还不够 但此时黑棋 这是错失最后一个机会 黑棋这个时候 必须要先冲 如果白棋吃了的话 黑棋要开始围绕着 这里做点文章 这块棋 其实白棋也被没有 完全活进 只要冲到一下 就完全 怎么不样 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解说 冲白棋如果把这个吃的话 黑棋搬 白棋走这个 直接杀 黑棋就有这里的 先可以冲一下 如果白棋不肯窥幕的话 这还是很危险 这作为白棋来说 因为黑棋这棋实在太厚了 这是最最复杂的一个局面 但如果走完 白棋可不肯浪 这是关键 浪的话就特别细 所以但无论如何 这棋是最后一个机会 浪的话 尤其在双方都在最后 独秒的情况下 黑棋可以先冲一下 再一段 白棋吃 黑棋可以反吃 当然黑棋在杀这个之前 黑棋甚至可以先尖一下 这个变化 这里的变化相当的复杂 但作为黑棋来讲 应该是必须要 这里奋力一搏了 我们可以仔细来看一下 在这个局部 为什么要先冲 这我们一会儿再讲 因为跟后面杀起来有关系 白棋走黑棋 可以先考虑走这个 先可以考虑走这个 走这个黑棋一次 这个白棋太威胁了 被这个 眼破了以后 这棋太威胁了 白棋只能走 先把这个眼做住 团住 团住以后 这里黑棋一般 局部白棋做不活了 那只有在这里 一旦动脑筋 首先我们要计算 是直接杀能不能杀掉 直接杀其实是有一定难度 白棋局部是可以活 但活完以后 这一冲 确实也是让 白棋心碎的一招起 那中期 白棋等于吃了这个角 黑棋得到收获 把这吃下了 这里黑棋 木树损失有限 基本上收成这样 损失有限 把这里吃住 收获很大 但同时又收到这个 但白棋又可以 把这个吃回 黑棋中间木树有收获 应该总体来说 算笔账的话 这棋很难讲 是不是谁赢 谁输谁赢 还很难讲 但其实作为黑棋来讲 已经是没有任何退路了 只有这样奋力一搏的机会 当时双方都几乎就 进入了独秒 白棋当时还有 30到40秒 而黑棋就是 每步骑加10秒的一个状态 所以打完以后 在10秒中要看清这么多 确实走完这个 能不能拿回这个角的损失 确实很难 但对手也有可能 没看明白白棋走这个什么意思 确实对这里 走完这个以后 对这里的攻杀 其实并没有直接帮助 当时30秒的时候 我确实看到了 白棋有这手棋的好手 但觉得我一个人想 可能也不稳 然后就叫了一个暂停 然后被他们称为 非常疯狂的一个暂停 只有10秒 30秒情况下 还叫了一个暂停 我们只是回去就确认一下 我问他们说 跳一个能杀吗 他们说也只能这么杀了 随后实在果然就只能一跳 然后非常幸运的是 可能也是 健安4吧 主场给我们带着好运 这手棋确实是此时的唯一解 黑棋实在冲 黑棋实在挖 这时对手已经是发现 不太妙了 挖 这最容易制造失误的一手棋 白棋打 黑棋吃这个 白棋走这个 黑棋提 白棋站 然后这时黑棋再冲的时候 就已经来不及了 白棋肯定会退 而如果之前退白 之前冲 我们刚才走 补齐之前 冲白棋退的话 白棋无疑被冲完一下 损了半个眼 损了一个眼 而只能挡 挡的话呢 现在就完全不通了 黑棋可以沾 沾以后白棋吃 黑棋可以打吃了开截 这个截白棋打不动 所以这个直接 这下没有冲到 就再也冲不着了 但是不是刚才有机会冲 无论能不能冲的话 黑棋当时也只能冲 不过在这个当时 十秒读秒情况下 要找到 在这么复杂情况下 找到这一手机的关键点 还是确实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经常讲的时间 确实也是一个木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丝毫不能冲 正好白棋能这个成立 黑棋打吃这个没有用 就这样 黑棋沾 白棋挖 这个战斗没有帮助 如果黑棋冲 白棋就退 实际上黑棋一冲 白棋就一退 没有任何变化 所以沾 跳完以后沾这个是关键 黑棋 这里一个眼 这里一个眼 都只有半个眼 只能做出一个 两点必得及 所以实际上 黑棋继续考验白棋 白棋就一退 这黑棋其实 应该已经是插尺难飞了 所以黑棋沾 白棋走这个 这个就没有任何变化 黑棋走 白棋走 黑棋打吃 白棋站 下这个时候的时候 黑棋就投资认负了 其实中关这盘棋 我觉得整体来说 应该说还是质量非常高的一盘棋 全局双方一直咬得非常紧 从布局时候 这个新变化开始 AI的一个新变化开始 蔓延到全局的一个战斗 双方在一些厚薄 实地 实地 等的一些判断中 都下得非常的准确 我觉得尤其在 40分钟的一个对局的过程中 40分钟每步 加10秒的一个对局的过程中 应该还说是质量非常高的一盘棋 其实我们的一个白棋的一个失误 还在这里 我们团队也好 周乐园也好 都是在这里觉得形式判断 还是有些过于的乐观 当然觉得这里我们把实地拿住 中间只要不死 这棋就能赢了 但实际上 忽略了黑棋后卫的一种 潜在的一个目数吧 导致其实黑棋这个最好的机会 白棋刺的时候 黑棋断 这个可能黑棋只需要比目数 就可能有就有一定的优势 借鉴头可以通过后卫的一种发挥 来弥补实地上的一种损失吧 实际上在整刀黑棋挖 这本身是一个手机 但冲完一段以后 黑棋本身也产生了一个不厚 双方目数尽管是更加接近的 但黑棋自身也些薄弱 然后在最后的一个观战中 小江出手确实很果断 像那个王兴浩这样的骑手 在这一带出手确实着实果断 他觉得有机会上就上 然后确实我们的主场 可能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运气吧 在这些下法 在最后独秒 尤其十秒钟的一个下法中 白棋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失误 而且唯一有些危险的一个地方 也对手也没有抓住一个机会 如果抓住这个机会 尽管是白棋烧好的局面 但要赢下 还需要花费很大的一个精力吧 应该说这盘棋在静安四下 不仅是奉献了一盘非常精彩的一个对局 同时的意义也是不一样 它让围棋真正的跳出了围棋圈 而走到了圈外 这其实是我们围棋推广和普及 非常重要的一环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